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节才刚开始 王女士的情绪便失去了控制 调节被迫暂停 待工作人员上前劝导之后 王女士的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 王女士 有没有稍微好一点 现在可以聊了吗 我想拒绝我的家庭 我拒绝我的女儿 你认为女儿现在的状态不好 还是女儿做错了什么事情 女儿的事情让你觉得很难堪吗 对啊 我抬不起头来 我坐在街上都不敢走路啊 我吓不通啊 我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儿 这么游戏的一个女儿 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我还想拒绝她 我甚至续着我自己的生命也可以啊 小李 你看我妈妈这样 情绪有什么呢 刚才你妈妈用的一句话挺严重的 小李 对不起 我必须把这句话重复一遍 你妈妈说因为你让她觉得抬不起头来 对啊 在生活中她就是这样的感觉吗 对 妈妈的第二个诉求是说 救救你之后 救救全家 对 是你的问题让全家进入到今天这个状态吗 很大影响力 为了什么会让全家人进入到今天这个局面 因为我曾经犯过错嘛 小李提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就发生在十年前 那时25岁的小李还是一个涉事未深的女孩 但就是她的这一个错误改变了她 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因为我曾经吸毒 十年前吧 我因为谈朋友 跟这个男人误入歧途的 沾沾毒品 小李从此沉迷其中不可自拔 直到2006年 小李的家人才发现 当即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们没办法 世界都去的时候 我们自己送她去的 她已经要死要快死的人了 为了拯救女儿 母亲王女士不得不强制将女儿送到戒毒所 值得安慰的是 在戒毒所的两年时间里 小李的情况日渐好转 2008年她彻底借出毒瘾 重新回归了家庭 回归了社会 生活按道理说应该回到正常轨道 小李也在父母的介绍下 结交了新男友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 瞬间改变了这一切 也让整个家庭 再一次陷入了无尽的痛苦 出来后 我们陈欣正义给她 找了一个电线 对方的家庭 他们去一调查 有这个档案 他们 不要我了 不要我们 结婚的日子都选好了 而且我都怀孕了 对方家庭就不要我了 就打掉了 现在她等在家里面 就是有时候我叫她吃饭 要都叫一声 她心里面不舒服的话 她上次很想的 骂我们也 她不愿意站起来 小李这个事情 给你带来一个影响 又是一次打击 所以我可不会理解 为这件事情 对你来讲 对你家人来讲 都是原本是有希望的光明 可是最后都变成了黑暗 总觉得我 为什么这个命运那么坎坷 你又该怎么看待 你未来的人生呢 迷茫 男友的突然毁婚 让小李再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然而上天似乎仍无意眷顾 这个有心改过的女孩 在之后的求职中 小李得到的回应 让她看到的只有生活的无望 不要我 双重打击的小李 看到了结果 母亲的态度 却再一次揭开了小李心里的那道伤疤 成为了她生命里难以承受的负担 而接下来 母亲的一个行为更是 彻底下来 彻底的压垮 彻底的压垮 她是什么呢 说明我女人结婚了呀 可是她并没有啊 我知道呀 我知道是错的 但是我也有这个 我想尽情自己的压力 人家不要来问我了 她一个人去的 我就躲在房间里 我 我记得我还写了一篇日记 我觉得我自己太可怜了 面对外人的舆论 母亲王女是有压力可以理解 但她却忽视了 她的所作所为所言 无疑是加重了小李的心理负担 甚至还将家庭中 另一个无辜的人牵扯了进来 她会把生活当中 所有一些问题 潜移梦化的到最后 都会好像都是因为我的缘故 她在家里直接是这样说 就是你已经把我们整份人家都害了 弟弟老婆嘛 不要娶了娶不到了 因为有这么一个姐姐 有这么一段过去 不光彩的过去 是直接这样说的 为什么会这样直接跟你儿讲呢 我这个儿子挺老实的 我们给他介绍的 后来不知怎么搞的 他们家也不可能 我这些人 我女儿的事情 他们不可能 这是事实吗 妈妈说猜想嘛 她自己会往 到底是不是事实 我也不清楚 就妈妈她自己 会往那方面去想 对 妈妈往那方面想的 妈妈说我害得我弟弟 工作也受到影响了 他们单位 特殊单位嘛 有些特殊的行动啊 或者什么的 他们都不让我弟弟参加 怎么样的这种 都是妈妈跟我说的 我自己 你听了以后心里 那时候 如果不到这里来 我就把这些 听听在 自己在心里 我不会跟我妈妈 多讲什么的 那星期实在是 控制不了 我会爆发一次 然后妈妈哄一次 女儿其实活得也很累 小李最后一句话 道出了她心里的挣扎 一方面她要承受着外界 投向她的种种有色目光 另一方面 她还要面对 母亲对她的训责 这让她渴望 找到一份力量 能够帮助她 改变这一切 但她得到的 却是整个家庭 对她的鼓励 妈妈在我身边的抱怨 在弟弟那边 灌溯的思想 导致弟弟对我 也产生了 就是说好像 她确实是 是因为有我 这么样一个姐姐 影响到她个人问题 以前弟弟的 她挺亲密的 都会蛮亲切的 现在就是 没有了 姐姐都不叫你 以前是叫的 挺叫气的 就是因为你 但小李看了 弟弟如今对她的排斥 完全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那么 今年已经30岁的弟弟 她内心的真实想法 究竟是什么呢 她究竟是自己 对姐姐存在意见 还是真的 如姐姐所说 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等于自身的个人问题 她又是 看待的 对姐姐有意见吗 其实 我姐姐说真的 人也是很好的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反正 对我们家里 反正每个人 都会影响到的 就是 你会抗拒吗 跟姐姐的交流 有 有时候会有啊 你妈妈说 你妈妈说 你现在都 从来不叫姐姐 也不愿意 她跟你有接触 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 长久了 时间长了 可能就很多方面 因素造成 就是自然而然 就是 有时候可能我进门 我爸妈也可能不叫 我很想改变这个现状 但是我改变不了 我就希望姐姐能够 自己顾好嘛 然后不要给家里拖后腿嘛 说到 你自己的个人问题 会被姐姐影响 在这件事情上 你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多多少少会 我会后怕 我如果习惯一个女孩子 我就 不敢很用心的去接受啊 就是 就是 怕到时候被拒绝嘛 就是 就因为那一次的经历吗 对啊 不是姐姐是 至亲至爱 我不可能说 对不对 不管了呀 所以说我一辈子要背负的呀 你说人家一个正常的家庭 如果 就是刚刚接受 觉得你人蛮好 人实在的 然后一旦大听到 如果有这么一个过去的话 一般正常的家庭 他们会接受吗 你会怪姐姐吗 会怨她吗 会啊 但是我不恨她 没办法 她是我姐姐呀 同时 对于你妈妈 这些年来 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 以及她平常跟你姐姐的这个互动 你又会怎么看呢 你想想看 人家我妈妈那个年纪都是 抱孙子 抱外孙了什么的 看我妈妈还在干嘛 还为了这个家 还在 还在 老累啊 你姐姐前面讲的妈妈这个状态 其实一会给她带来很大的压力 你觉得呢 会啊 所以 他们两个人到底是谁影响了谁 到底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引发的 夏琳你明白吗 我妈妈就是认为我姐姐这个事情就是影响到家里人 然后我妈妈有时候也会很固执啊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她跟你姐姐之间的沟通呢 会影响到吧 我也了解一下你爸爸的想法 好吗 这个家庭啊 本来呢 应该说是很好的家庭 像我和我 我老婆 我们两个人就是年龄应该说也上了年龄了 对不对 应该要相夫了 实际上 但是我们这个家庭不允许 到现在我们整天就是愁眉苦 有时候心情不好的话 整夜睡不着觉 这个生活真是难熬 我们一家四口人 相互之间 内心都是爱对方的 都是想对方好的 为什么都会生活的那么累 可能我单方面的 我就 我就 就像我弟弟说的 我确实很自卑 我想 你会像弟弟所讲的那样可能 不要说别人看不起 用这种眼光 一样眼光看我 我有时候对自己都 没有勇气了是 你希望家人能够给你了解 因为像我这样做 做一件 要做成功一件事情 真的很 很那个的 理解 那自己内心 我 总是也是在找一条出路 应该怎么办 应该 就是说 尽量 能够 不要再让他们 那个受伤 始终就是很彷徨 也需要有人 拉我 也需要有人 能够给我 有无助无力的感觉 对 这是小李内心最真实的渴望 家人的支持 对于此时的她来说 非常的重要 一直低头不语的母亲王女士 能够听到女儿内心的那声呼喊吗 然而 没等母亲王女士做出回应 场上的一位观察员认为 不管外界如何看待 只有小李才能改变一切 拯救自己 一味的是躲避和躲藏 不可能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 你只有自己真正走出来 去勇于面对自己 曾经的那些不堪 然后让大家看到你改正的决心 才会慢慢被别人所接受 我其实可以跟你提一个介绍 当别人始终对你曾经 有过吸毒史的事情耿耿于怀的时候 当你面对这些压力 你觉得让自己不堪重负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能就着曾经这段 似乎不堪的历史 就从这一点上去突破 去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 比如说 我用天天在家里 闷在家里 自己闷闷不乐 自己消极的这个时间 我投身到 戒毒的公益事业中去 我积极地去配合 曾经帮助我的戒毒民警 配合他们 去帮助更多 还没有戒毒的人 去做戒毒宣传 就从这一点上去做 让别人看到 我对毒品这件事情的看法 而不是去逃避 我曾经接触过毒品的事实 你如果通过这一系列的行为 去勇于面对 曾经的那一段阴影 然后通过它 通过自己现在阳光的行为 去造成那一片阴影 那那片阴影还存在吗 当社会上很多人 在因为一些事情看不起小李 或者责备小李 谩骂小李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先扪心自问一下 包括小李的家人 包括所有拒绝了小李的人 或者说嫌弃他的人 我们扪心自问一下你犯过错吗 你从出生到现在 你有没有给别人带去过伤害 如果你有 你没有资格去谴责任何人 尤其是在犯完错 还希望能够从错误里爬起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嫌弃小李 对当舆论的压力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想的就是 爸爸妈妈弟弟 小李需要的是你们真正的爱和支持 如果父母家人朋友能够多给小李一些温暖和关怀 他走出来才能够走得更快 没错 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 都应该正视小李的过去 谁都没有权力剥夺一个人对生活的希望 接下来 心灵老师李金平将焦点再一次转向了小李 他对小李提出了一个要求 这究竟是何用意呢 那么请你今天在这个现场 书写下你对生活的呼喊 或者是对妈妈最真心想说的那句话 工作人员将纸和笔交给了小李 小李毫不犹豫地写下了五个字 家和万事兴 从这五个字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他自学书法的天赋 更看到了他对家人支持的渴望 这一次母亲王女士会如何回应 现在把笔和纸交给你 王女士思索片刻 在纸上写下了新连心在一起 母女连心不论女儿是什么样子 母亲都不会放弃 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 但除了这一点 心灵老师李金平却从刚才的一个细节中 看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受到王女士的重视 妈妈写这幅字的时候 我们都注意到他有一个举动 其实他过来是想给那个笔沾一点墨水的 但是发现那个瓶盖盖上了 他的索性就算了 妈妈你知道你这一个举动会让我想到什么吗 在你的内心 你很想全力的用心的来做好这件事情 但就是因为差一步的努力 其实你不肯做 因为你今天在这个现场来表达 来书写 你应该让你的笔沫更饱满 你应该把你最有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 我们看到了女儿的这幅字 家和万事兴 那也给我们透露一个信息 这个家在你们这个家庭成员当中 到底有多重要 你的母亲和你之间 关系的微妙和复杂 导致了整个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 那母亲必须要认识到 您在这个家庭的成败荣辱当中 是一个核心人物 首先说 您把女儿在出世之前 教育成了一个乖乖女 乖乖女是什么 乖乖女就是在家里边 非常封闭式的 只听父母话的 对社会没有充分认知的人 那么因此 她就对社会上的复杂行为 是没有认知能力和屏蔽能力的 这就是乖乖女的悲剧 乖乖女这种事 她在家能听妈话 在外就能听男朋友的话 你懂吗 那么 女儿既然已经这么多年不吸毒了 作为妈妈来讲 你应该有两种情绪 是合理的 也能被我们理解的 哪两种情绪 第一种情绪 心疼 其次有的情绪 应该是痛苦 您的痛苦 应该是源于 您对帮助女儿的 无能为力 而不是其他的原因 这是您应该有的两种 比较合理的情绪 至于您说的 女儿让您抬不起头来 我提醒你 今天在这里 如果你不能抬起头来 你这辈子 你就再也抬不起来了 因为你已经坐在这里了 有什么抬不起头了的呀 我的女儿犯了错误 在她年少不懂事的时候 犯了个错误而已 我们就是要帮助她 我自己的女儿 我生的 我管 我要心疼她 我要支持她 这是一个当妈的 应该做的 所以今天您必须得抬起头来 然后只有您的力量 才能支持到她 也只有您抬起头的那一刻 你们全家人才能抬起头来 所以我希望母亲 能够为这个家 再进一步的做出努力 我希望女儿 能够为这个家 撑起一片阳光 做最好的自己 因为我在监狱当中 我也曾经做过 这个复兴人的心理角色工作 因为很多复兴人心理上 都是存在问题的 凡是家庭的支持 特别到位的 这些复兴人员 它的改造都是非常顺利的 都是比较的平稳 而且都能出城 凡是这种家庭不闻不问 或者说一天到晚就是埋藏 在这种哀怨的气氛里面 天天就是指责 慢骂 哭泣 在这样的一种 家庭氛围当中 支持的复兴人员 它的改造 永远都是心斑意乱 都是一塌糊涂 这是一个很实际 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我确实有必要跟你们 分享这些东西 小李 没有人能原谅你 除了你自己 要能正视过去的那段 不堪 往事 哪怕它有再多的不堪 那不过是我们人生走过的 一段弯路而已 所以 弯路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一直回头 执着于那条弯路 而不可自拔 莫言会把自己的痛苦 幻化成文字 然后登上文学的最高领域 讲堂 那有的人 可能会把痛苦 永远变成自己嘴巴里的一块 不断咀嚼的口香糖 然后让自己的一辈子苦下去 所以小李 对您 对您的家人而来 自我救赎 从今天开始 我呢 就写了四个别字 第一个别字 我想跟我们今天女儿说 别着急 三十五岁我还没有家庭 我还没有孩子 甚至没有男友 甚至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但是你要知道 路慢慢骑修远 西五将上下而求索 对于你的路来说 这段路可不是一段非常好走的路 所以你现在要做到的时候 不着急 对于自己的人生 如果还没有一下参透的话 或者还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的话 就别乱走 要走乱了 就更麻烦了 好 第二个别 别担心 别担心这个家庭会不接受你 这个社会哪怕不接受你 但这个家庭都会接受你 爸爸妈妈或者弟弟 有的时候话操 但是那份真心真情真爱不变 而对于家长来说 或者对于这一家人来说 别担心是担心什么 我觉得 不要担心孩子的毅力 也不要担心小李的那份坚毅和执着 第三个别 别回头 往事不要再提前世已多风雨 十年前的事都过去了 如果你还是愿意 没事就回头去张望一下 那么是很痛苦的 但是你如果往前看 可能生活会比你想象的美好 而对于家人来说 不要再回头去看 过去的那个女儿了 如果你老是回头 用回头的那种感觉去看 过去的那个女儿 那么女儿做什么都是错的 女儿做什么都是不好的 现在间已经不允许你们家再回头了 最后一个别 别放弃 家人们首先不要放弃小李 而那位小老弟 我们倒也建议 你也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其实过好自己的才是人生当中最美丽的 最后不放弃就是 要和你说 什么时候 不论前面有什么 首先是自己不放弃自己 人是活给自己看的 不是活给别人看的 家人的支持和小李自身的努力 对拯救整个家庭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调解员把艳意觉得有必要提醒所有人 在这一切努力的背后不能忽视了一个人的力量 这个人想在整个家庭的调整中 挤着至关重要的作物 那么在这儿我真的也想跟密室里的弟弟交流两句 因为作为爸爸妈妈 他们的认知是有局限性 他们内心当中可能跟他们成长的文化背景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但是弟弟因为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最年轻 年轻的人是有活力和生命力的 年轻的人可能更能够接纳一些新鲜的事物 能够更多的包容一些东西 那么在面对姐姐的这个问题上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显示出你的力量 来去帮助这个家庭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去关注着这个事件 对于自己的影响 比如妈妈说 我会在邻居面前没面子 所以我会要去给大家发喜堂 弟弟会说 我我的情感也好 事业也好 有一些问题 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 但是大家忽略了这件事情 真正的当事人 他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进一趟密室 我想在密室 我们的老师们会给爸妈妈妈更透彻的一些解析和一些方法 也会给小李和小李先生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从调解开始到现在 小李一直表现的诚恳 看得出来他很想改过自新 重新回到正常生活轨道 但家人的态度 着实让他越来越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过去 对此 在密室完结中 小李也向关文坦言了自己的害怕与担心 我妈妈妈现在这样我很容易冲动的 很容易脑子里面会有这种概念像 像 反正跑不了了吗 想跑到社会上面去 变坏很容易的 对我来说 毒品的诱惑还是 有的 现在的这个什么 家庭因素的 家庭的影响 影响力大真的 因为你要取决于你自己在某一个时间的心态 取决于周围人对你的评价 取决于你自己能不能够以一种正常人的身份 回归到社会当中来 对吗 好 就像现在 很诚实 非常诚实 小李的一番话 引起了观察员关文的重视 她迅速找到母亲王女士 并通过一个更加形象的方式 告诫王女士 不改变现有家庭成员的相处模式 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感觉你在中间 你女儿啊 她在中间 你是毒品 你在那边 我是家人 爸爸妈妈弟弟 我在这边 我们两边谁用力扯 她就往我们这边来了 谁的力量温暖 她就过来了 爸爸妈妈 我这边 我推她 骂她 这就代表什么 我把她往你那里去推了 你那边的诱惑力比我大呀 没有办法控制的 你那边本来诱惑力就大 我这边再推一下 小李 那她肯定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作为爸爸妈妈 弟弟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 阿姨 把她往我们这边拉 我们拉过来 情感上关怀她 温暖一点 靠得更近一点 她过来的概率就会更大一点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做到了 小李 你真是不只是她的亲生妈妈 你还是她再生父母 一心想要拯救女儿 拯救家庭的王女士 虚心听取了官文给出的建议 而此时 调解办公室那边 观察员吴小龙正在和小李的弟弟做着沟通 吴小龙认为 作为男人 弟弟应该给予姐姐更多的帮助 你现在可是男人 你想想 咱们说一个不该说的话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身边没有老公商量 又不可能跟爸爸妈妈商量 你是她弟弟 你是跟她最亲的人 她跟你商量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亲近感 或者说没有那么隔阂 姐姐需要我 我肯定就是说 无条件的肯定会帮助她支持她 弟弟的表态 让密室条件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那么当回到调解现场 她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凝聚家庭的力量 给予姐姐鼓励和勇气呢 现在我们的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 通过密室里跟老师们的交流 家庭的几个成员都有了交流 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家人有什么想说的 我想通过这次调解回去以后 就尽快地找一份工作 让自己走出去 我对自己说加油吧 妈妈这边的王女士 自己拿出勇气来做嘛 这话是对自己说还是对女儿说的 对自己说 对女儿也是拿出勇气来嘛 就是说 对女儿 最好今后的每天嘛 你是说你和女儿都要拿出勇气来是吗 对啊 另外我们相信女人 不去碰这种东西 我是想说我可以上台一下吗 好 对 你 对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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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吗 不难 不难 跟姐姐也不能对吧 非常感谢你 首先你在你们家人里面 你率先鼓起了这个勇气 我们也希望你能给姐姐 给妈妈带来更大的勇气 弟弟的一个拥抱 一声姐姐 一句我爱你 足以表达勇气 我们非常欣慰 弟弟最后能鼓起勇气来到现场 用自己的行动来给予姐姐支持 将这份亲情的力量 凝聚起来 此刻父亲也拿起了话筒 表示有话要说 我想我们这次来 总是我们的希望 我跟我儿子爱人 总希望女儿以后通过这一次调解 能够理直气壮的 大模大样的 主人 为了自己 更好的工作 说老实话 爸爸妈妈 永远爱你 我们这次你妈妈鼓起勇气 到这儿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通过这次条件 一定要 振住起来 真的很让我们感动 但同时我也真的想跟小李说 如果我们要真的开始一定是很艰苦的 这个苦来源于对自己心理上的那种约束 来源于对自己行为上的约束 也来源于面对社会压力的一种勇气 所以这份苦是一定会有的 它是必然的 但是不放弃希望 因为如果你自己放弃了希望的话 你就真的不会去听到那些还愿意接纳你的声音 更不会去抓住那些机会 未来的路 未来的路不容易 要勇敢 看弟弟一直这么紧紧地牵着你的手 这就是力量 我们相信 心情可以创造奇迹 未来的路依旧会很艰辛 但只要勇敢 只要坚持 阳光终究会驱走阴霾 带去温暖 在这里 我们也呼吁社会 用更加宽广的胸怀来接纳像小李这样的 曾经犯过错 如今有心悔改的人 也许他们不需要实际的帮助 他们只需要大家一个鼓励的眼神 来让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 充满正能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